中国幅圆辽阔 陆海兼备 地貌和气候复杂多样 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已知的高等植物有三万七千多种 大约占全球的十分之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深入人心 中国持续书写着植物与生态文明的传奇 2021年10月12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宣布 启动北京广州等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 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站在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 做出的重大决策 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举措 植物园是银种顺化 天地保护和开发利用植物多样性的主要基地 也是科学研究 科学普及和文化休闲的重要场所 由国家批准设计的国家植物园 是代表一个国家 植物多样性研究 保护和利用方面的最高最高 我国现有近200个植物园 涵盖了热带 亚热带 温带等主要气候区 建立国家植物园体系 在北京设立国家植物园 是中国生态文明发展的需要 凝聚了新中国几代领导人的亲切关怀 也是我国几代植物科学家的夙愿 1954年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十位青年职工尚书毛主席 提出建立国家级北京植物园的建议 得到毛主席重视 和时任政务院秘书长 习仲勋同志批示 1953年 我们就为建设植物园做了很多准备工作 比如银种 栽培 可原职始终悬而未决 看来只能直接上书中央了 于是我们十个热血青年 你一言我一语的讨论性的内容 把我们的心理化 我们的理想 我们的目标 告诉党中央毛主席 60多年来 数代植物科学家历经图治 多为国家领导人 殷切关怀 为国家植物园 打下牢固基础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和北京市植物园 在植物科学研究 园艺展示等方面已处于全国前列 收集活植物1.5万余种 其中珍稀宾威植物近千种 收藏植物标本287万份 拥有6个国家花卉种植资源库 拥有国内顶尖的植物科学研究队伍和平台 包括5名中国科学院院士 和一批在国际上有重要影响力的科学家 有国家重点实验室2个 省部级重点实验室5个 取得了一批重大科技成果 获得三项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和北京市植物园为基础的国家植物园 规划总面积近600公顷 将收集代表植物及珍稀宾威植物3万种以上 收藏代表性植物标本500万份 将陆续完成植物科学研究中心 标本馆二期 种植资源保存中心 千地保护研究中心 五州温室群 28个专类展示区 国家自然教育基地等项目 打造国际一流的国家植物千地保护中心 科学研究和交流中心 战略资源储备中心和科学传播中心 未来的国家植物园 将成为国家山水林田 胡草沙生态画卷的缩影 形成植物展示与园林艺术 传统文化 科学与美学的完美统一 建成中国特色 世界一流 万物和谐的国家植物园 在北京设立国家植物园 是我国植物园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会同有关部门 稳步推进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 力争使我国大多数的本土野生植物 和全部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得到千地保护 为保护生物多样性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做出中国贡献 国家植物园的正式设立 翻开了我国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的展新篇章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 中国正在加快构建 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植物签地保护网络体系 并予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就地保护体系 形成有机衔接 有效实现中国植物多样性保护全覆盖 和可持续利用的战略目标 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 做出中国贡献 主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